Hello,大家好,我是立小叔叔 這個題目是什麼? 昨天有一個人在微信上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樣可以把木吉他彈出搖滾的感覺 我就不確定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可能有好幾個意思 比如說是音色上還是技巧上 比如說剛剛我就接了一個電吉他用 接了一個音箱,他是TC6 他是木吉他、電吉他兩用 他還有好幾個檔位 我把它調到電吉他的失真過窄的樣 他就很像電吉他了 這是屬於音色上 當然彈奏技巧上也有 比如說你試試看用你這塊肥肉 手刀這個肥肉,然後去悶著他 置音去置在這個低音上 他就有一種跑步般搖滾的感覺 比如說我隨便取個例子 比如說我隨便取個例子 寶貝 來到這世界的時候 你知道媽媽有多高興嗎 隨便每一首歌都可以 比如說 我獨自照過你身旁 沒有話要對你講 我不敢抬頭望著你的 我溜光 他怎麼做到呢 就是說 因為這種 用這塊肉 你這樣悶著這個 五 六弦 六 五弦 它會有一種 你看如果不悶的話 他的演音就沿得太長 太吵了 但是你把它悶在這裡 就變得 好的你的手要放在 在這個地方 不能放在這 放這就啥都沒了 放這呢 放這完全沒有悶到 所以你要剛好碰到這個 弱有失誤的地方 你自己去找到這個感覺 最後就有那種 搖滾圓的那種bass的感覺 但這樣就太無聊了 從而到而就是 那如果你在過程中把它放開呢 比如說 第三下把它放開 一二三四 然後四又回來 一二 放開的時候你就多彈幾根弦 彈到六五四三 一二要不要彈隨便你 那很多歌都是這樣 比如說 其實每一首歌都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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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感覺 竟然就是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但是我剛剛其實到後來 我已經不管是不是三了 我就小放就放 你可以嘴巴試試看bbox 然後大概 толькоdb options 咦 想懂就懂 想大就大 隨便你 不要太距離 每一首歌都可以這樣搞 比如說 一個人的時候 我不是不想 真的是這樣 你真的要都可以 每一首歌都可以試試看這種搖滾的節奏 當然它最美妙的就是說 它有這種跑步的感覺 比如說 你的心了五千塊 當然這歌就被唱得有點太歡樂了 這種風格就是一不小心就會很歡樂 它就是這樣 每個的命中 每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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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的歌都會這樣 那如果憂傷的歌可以這樣嗎 比如說什麼 我一直想不出憂傷的歌 憂傷的歌如果你這樣彈就不憂傷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大概是个原则 好了 这局就到这里了 想要支持我 想要买吉他的 想要打赏我的 都可以尽量的 不要不好意思 我都不会不好意思了 就这样了 拜拜